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成立品格电影学院最主要的目标是希望孩子更了解品格在人生中的重要性 在人生中的品格对他们非常重要 另外也要讓他們了解正面思考很重要 還有一個最重要是他們在能夠做正確的決定 能夠在困難的時候或是順利的時候 都能夠做正確的決定 能夠做為一個正正當當的人 還有在這邊學到的品德還有一些技巧 一些方法希望能夠回去也在學校 他能夠當別人的榜樣 能夠協助未來成為這個世界的領袖 能夠幫助這個社會 能夠建立一個好品格的文化的社會 主持人讓他們能幫助他們 這些需要有更好的禮物 或是多 jugar 其中環境聲線 最重要是不一樣 最重要是可以開玩笑 在副影片中的冒險 冒險 封果然就是 不行 最重要是要活動 也不完蛋 所以用來的 寶果也有 걸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专注课呢 这是孩子在品格学院所学习到的第一个品格 你说 为什么专注很重要 为什么 那在这堂课呢 因为是第一堂课 所以在建立课 课堂的规则啊 或者是建立一些上课的默契 就会比较在这个部分 那像是我们比较会要求是 眼睛看着老师 坐姿端正 手放在大腿上 这些动作 我们就会希望孩子可以从外在的一些感官 然后呢 可以让孩子成为一个专注的人 我们呢也会带着孩子去讨论说 专注的重要性 跟专注 可以在我们生活当中对我们的帮助 其中还有一个内容是 我们透过让孩子检视他的五个指标 眼、耳、口、手、角 让他去检视他是不是一个专注的人 专注我们有一个定义 然后搭配手势 那我们专注的定义就是 所以我们就透过一些简单的手势啊 跟这些口诀 帮助孩子可以很快的记下来 希望透过这堂课程 最后孩子真的可以在 以后不管在学习啊 回到学校 在他的家庭上中 这个专注好品格 一直来可以帮助他 可以很快的学习 学习得更好 品格一二三这堂课 我们会花总共五堂课的时间 然后期待我们的孩子们 他们可以学到 怎么样在他们遇到 一些紧急的事情 或者是一些情境刺激的时候 他们可以运用 品格一二三的三个步骤 停、想、坐 来解决他们所遇到的问题 快要听 快要听 这很过分啊 这很过分啊 吵一 诶 老师现在两个 靠我 教训不要看什么 请问如果现在 美朱老师演的这个小朋友 他在这个时候很生气的时候 可能他会做什么事情 打他 他先拿着武器 他会做什么事 打 他丢过去 他可能把他的器丢过去 透过实际的去想 怎么样在他有负面情绪想法或行为的时候 做到暂停的动作 也许是摊看天空 也许是深呼吸 喝个水 可以帮助他 先缓和自己的情绪 接着 再透过 好品德或正面思考的准则 来想一个适合的方法 最后 第三个步骤是 做决定 做出 他真正面对这个问题 情境的时候 怎么样做出最好的决定 你看哦 很小的动作 对 可是你已经做到 最好的 所以好品德 连你不远 就在你相同当时 我们透过孩子们 已经把他们实际回答的 这个决定 然后和我们这句话来做连结 让他们知道 当他们愿意在品格上 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的时候 他们是众人的好榜样 请问你 当你今天看到别人被欺负的时候 你其实会很想要去帮助他的人情局上 好 那我就要接着再问你们一个问题 我们都想去帮助那些被欺负的人 但是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不敢去帮 我们在担心什么 这个人可能是恶霸 你担心这个人可能是恶霸 还有呢 你在担心什么 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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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成为被欺负的人 在品格一二三每一堂课的最后 我们都会用一句话来提醒每个孩子 这句话是 不可叫人小看我年轻 总要在品格爱心信心和行为 做众人的好榜样 请问你这三个同学加起来的力量 可不可以帮助得了那一个被欺负的人 可以 可不可以更有机会去阻止那一个欺负别人的人 可以对不对 所以关键在于我们这里面 有没有人愿意勇敢地站出来 去成为影响别人的人 我们期待每个孩子 透过这个练习 也可以再一次地被鼓励 他们是有能力去改变自己 也可以去帮助别人 让这个世界更美好 好 看我的剑名打球 好 最后一题 骑脚踏车 这种课呢 我们首先会教给小朋友 让小朋友知道 意识到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意识到不一样的存在 然后呢 我们会教导小朋友 如何去面对这些不一样 我们最经典的一个活动 就是听说达人 在这边我们可以带到小朋友 带给小朋友知道说 其实专注请听别人在讲话 你眼睛看着他也是对他的一种尊重 一直被你干扰他会有什么感觉 很不开心 他会觉得很不开心 他会觉得很不开心 那你自己在演的时候 你一直不专注的 所以你一直看手表 你有什么感受 很对不起 你觉得很对不起他 可以在这里 让小朋友 慢慢地意识到 他们这样 不尊重别人 其实是 不礼貌的行为 来 很棒好 来 谢谢 好 你学到了 不败尊重的感觉是怎么样 很失望 谢谢 然后呢 渐渐地带领小朋友 如何去欣赏跟赞美 其他的同学 或者其他的人 这样子 在他这样子一边想一边想的时候 他的心情就慢慢地慢慢地 变成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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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变回今天早上出门的样子 有 有 那在正面思考这三堂课当中 主要教导的小朋友 是小朋友要去怎么认识自己的情绪 然后这是什么感觉 很开心 很开心的感觉 很开心的感觉 然后进而接受自己的情绪 在接受自己的情绪的同时 在接受自己的情绪的同时 我们就可以教小朋友 去用不同的方式 转换自己的情绪 进而做出不同的选择 同时我们也让小朋友 做一些 情境的练习 好烦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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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问谁才是 正面思考的人 休闲 为什么 那 借由不同的讨论 我们可以 让小朋友激发出更多的想象 去解决生活中不同的问题 好家军 存钱是一种方式很棒 等一下我要让你练习忍耐 还有图片 打猪猴殺 打猪猴殺 打猪猴殺了 好 gateway 打开 还有呢 ników 跟爸爸媽媽來跟爸爸借鞋 跟爸爸拿鞋 好 可能可以跟爸爸媽媽討論對不對 好 在第三節課我們也介紹了一位畫家叫黃美蓮 你看一下她的作品名稱是什麼 女的名稱 好 她在講 你看像我當時天生有個好戲嗎 從小被人家欺負 從小就會被人家承諾 我到現在我都可以讓自己很健康 很勇敢地活下去 那也讓小朋友認識說 其實我們今天運用正面思考 不是只有解決自己生活中的問題 很多也是在生命當中 你會遇到的人 是你都是可以用正面思考去看待的 對 那也不要讓自己 局限在一個小小的框框裡面 然後可以勇敢地發揮自己的影響力 然後用正面思考的態度 去影響更多更多的人 來 提琳塔 吃妍 姐姐 葉 越來越 dispersed 派 Movie 北穎老師 Jag 爸爸 林寶老師就 earn 哥哥好的 女兒 哥哥 俺的 我只有四個人 所以一個人不要有 人就不要演 趕快給你 掌勵 開始了 五 四 三 二 一 aleg 我們負責的定義說到要 當負責任完成自己分內的事 所以在我們的負責課裡面 我們就分了三個面相 來認識這個郝平哥 這課的超級任務過程中 老師會選擇一個同學來擔任導演 那同組裡面其他的同學就擔任演員 會利用五分鐘的時間讓同學來練習 排演圖片裡面的角色 4 3 2 1 透過這個活動可以讓大家了解到 身為團體中的一份子 每一個人都有機會扮演不同的角色 那每一個角色都是缺一不可 非常重要的 3 2 1 下一張 5 4 3 2 1 加油 導演 導演要喊什麼 5 4 3 2 1 5 4 3 2 1 好 導演請大家先 剛剛看完這六組精采的表演 而且每一個角色都是獨一無二的 每一張照片都是獨一無二的 沒有動作都是同的 要排演的動作 還有要表演的內容 讓他們有機會去體會到 我為這件事情做到負責 並且能夠使團體 有一個很完美的表現 我是誰這個圓盤的練習題裡面 每個同學都會在紀連手冊上 進行題目的練習 孩子們會去探索自己在家庭 學校 社區 社會裡面 所扮演的角色是哪些 那他們會去瞭解到 這些角色背後都有 他應該附的分內之下 通常這個時候呢 因為會介紹自己在不同的地方的角色和任務 通常都會連結很多相同的生活經驗 也會讓同學也可以有機會提問題發問 然後讓同學在關係上能夠更緊密 大家好 我是吳慧恩 黑恩好 當我是一個養頭的主任師 我會照顧好 我的任務是張孟姆塔拉哈希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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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NO 答案應該是多少 7 1 所以是Yes還是No NO 那NO要做什麼動作 YES 陳信她包括了誠實跟守信用兩個部分 那對孩子來說 她不一定是一個容易懂的概念 所以這堂課很重要的是 要去提取孩子們過去的經驗 然後幫助她去看見說 這樣子的一個經驗 她對她未來的影響會是什麼 所以現在做的每一個決定都很重要 老師想請問你們 如果你今天生活在這樣的地方 或你們班上變成了大家都把過座推給別人的班級 你生活在這裡會有什麼感覺 你會有什麼感覺 嗯 不誠實 覺得大家很不誠實 是嗎 好 你在這裡面生活 你還會有什麼感受 這堂課孩子們會聽到很多的故事 那會幫助他們了解什麼叫做 踏踏實實的做正當的事 然後怎麼樣的行為才可以得到別人的信任 然後我們會帶他們進行很多的討論 幫助他們去歸納出誠信跟逃避 可能會帶來各自不一樣的後果是什麼 然後最後我們會幫助孩子去理解 怎麼樣去面對他自己的錯誤 把你的心靜進來 去回想你的錯誤 然後等一下勇敢的把它寫在那張紙的上面 我們透過陳時儀的這一個活動 讓孩子們去寫下他過去曾經所犯的錯誤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鼓勵孩子 第一個是勇敢的去面對他自己的錯誤 那第二個是 他在這個過程當中他會體會到 如果我做錯一件事情 而我在那個當時我並沒有去處理 沒有去面對 我選擇了逃避 事實上這一個錯誤的石頭 是繼續的壓在心裡面的 那事實上我們經常會在課程當中的這個練習 看到孩子很難過的流眼淚 然後他們會分享他們自己很後悔 很難過很對不起誰的那個感覺 那我們就會正面的給予孩子肯定 其實讓孩子真的有那個心去面對他自己的錯誤 願意坦白的承認 這個是最困難也最可貴的一步 那當孩子可以做到這一步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進一步的鼓勵他 下一次你遇到同樣的情況的時候 你可以怎麼做是一個好的選擇 那自信課呢 它是在學院裡面被分類到是一個重要態度 那自信課一開始呢 我們會讓小朋友去認識一個 用腳飛翔的方式 女孩蓮娜瑪莉亞 自信是分成外在自信跟內在自信 那外在自信我們交給小朋友五個指標 大家好我是陳松軒 蘇軒好 謝謝大家 好 第一個是眼神炯炯有神 第二個是臉部要面帶微笑 第三個呢 坐姿或沾姿要抬頭挺胸 第四個 態度要認真專注 第五個呢 聲音要響亮清晰 內在自信肯定自己也是很重要的 我們會帶領小朋友去寫名片 那其中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要寫出三個優點 然後呢跟全班同學分享 我的優點是喜歡做家庭唱歌幫助別人 我最得意的歌加了古代的歌後 最後會請她去找一個小朋友互相的大方的介紹自己的名片 然後呢交換名片 那希望小朋友在這兩節課呢 可以慢慢的勇敢 慢慢的變身成自信超人 那在她未來的生活當中 可以運用她的自信 然後每天穿上她自信的衣服 然後活出她精采的生命 在秉格英語學院的第四天 也就是禮拜四的下午 我們真的會帶著孩子們到學院外面的公園 去採訪路人 她們要運用在這幾天所學到的五個好評格 兩個態度以及一個處理正面 處理情緒的技巧 來幫助她們順利的完成這些採訪的任務 她怎麼講台語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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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怎麼講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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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去找小朋友 因為小記者他不是一個人去採訪一個受訪者 他乃是有一個隊一個隊 然後一個隊裡面有好幾位小記者 所以這是一個團隊合作的任務 杯色的奶子 咖啡色的阿嬤 咖啡色的阿嬤 那不算阿嬤 那不算阿嬤 好那 阿老師把超人去試試看嗎 好 那我就出發囉 好 來 在團隊合作的過程中 她們需要展現自信超人的樣式 好呢 非常有自信的向受訪者介紹她們的來意 完成整個受訪的過程 並且她們也能夠運用正面思考 來一起解決她們在團隊合作中遇到的問題 解決在受訪的過程中遇到的問題 請問您可以播出五分鐘的時間 讓我們吧 請問您可以迎迎看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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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問題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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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們都會全程的陪伴在孩子身旁 然後呢 紀錄並且觀察孩子們採訪的過程 那這些孩子們遇到問題的時候 或者是意見不合的時候 其實老師都不會主動介入他們的問題 因為我們希望孩子們在團隊採訪的過程中 他們能夠運用他們自己所學習到的好品格 來自己解決他們所遇到的問題 ungs要請 請問您 快躺 不是 當他們去做道的時候 然後讓他們發揮出他們這禮拜所學到的東西 他們用他們尊重的態度去採訪一個路人 又用他們自信的態度去跟人家講話 然後遇到問題的時候他們可以靈機應變 並且在時間內採訪完 然後每一個人都有負責到自己該記錄的東西 負責到自己該問的話 我覺得那是對小朋友的一種成就感 我覺得小記得的他最重要的精華在於 小記得的精神我覺得會留在小孩子的心中 不管是說他今天去認識一個人 他要怎麼去跟人家問路好了 遇到陌生人的問路 他總是需要一點點自信跟勇氣 然後也需要一點尊重的態度 跟別人借東西 再來四年級過後他們即將五年級六年級 又要換到一個新環境去接觸新的同學 那他有沒有那個勇氣去跟新的同學去建立關係 我覺得都是很重要的 我是負責教導孩子感恩的這個好品格 在這個課程一開始 我會以遊戲和歌曲的方式來帶領孩子去思考 從小到大他可以平安成長的過程當中 由哪一些認識或是不認識的人 在默默的付出默默的協助他們 接著再透過感恩任務的活動 讓他們以小組討論的方式 自行規劃設計 要以怎麼樣的言語怎麼樣的行動 來表達學院老師對他的照顧還有教導 一 二 一 二 一 四 三 四 三 四 三 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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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三 四 三 四 四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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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去體會到原來感謝別人 會讓自己和對方都覺得非常的開心 我感覺非常特別 老師覺得非常特別的經驗 謝謝你們 好,謝謝你們 可以帶回家送給平常 辛苦照顧他的人 好,謝謝 好,謝謝 也希望他們回到家裡 回到學校之後 可以繼續練習 並且展現他的感恩好品格 Why do you have English at a character camp? What do you want? Don't give up Sometimes Yeah Happy day Happy day Happy day So here on the English team we have three main things that we do First off, we do teach character I am so fast We actually have two lessons that are totally dedicated to teaching children character along with their English Attentive What is attentive? Another thing that we do is we introduce culture Where are you from? We have a lot of students Well, most of our students have never been outside of Taiwan And many of them have actually never met a Westerner So we really help to broaden their focus of the world They actually get to see somebody who actually speaks English as a native language They get to interact with us We get to teach them about other countries through our countries class We actually role play people from other countries and they get to interact with us a little bit in that class Another thing that we teach them is that English is a language that they will use They need to use their English when they're communicating with us So here we let them see that there is a need to learn English so they can communicate with people We have a whole week of English lessons And so we try to make it as fun as possible We have sports Basketball We have costumes A lot of costumes A lot of role playing So hot We tell stories We have games We've seen a lot of kids come through the camps here We sometimes see the kids after they leave And they always say one of the highlights of their week is the English lesson I really hope that these kids when they leave then they remember what they've learned They remember that they can use English They remember the confidence that they learned here And they actually go back to their schools and apply it This is a good way friends I can help that they can help it's a good way to do the same way I keep thinking In a lot of occasions in the rift when you have a number of questions 我的孩子们其实蛮需要一些外在的刺激的 他们环境的刺激比较少 因为这里比较偏乡一点 所以我就很高兴可以帮他们报名这个活动 他们自己本身也很开放 所以他们什么都能接受 他们就也好高兴老师帮他们报名了 这几天在这里最特别的回忆是 和朋友一起睡觉的夜晚 因为可以和大家睡在一起是很好的 我在这五天失业最大的收获是陶品格 我最大的收获是品格123 我最大的收获是交到很多新朋友 因为交朋友让我很快乐 我觉得说很棒的是说在这几天他们可以同甘共苦 相煮与末这样子感情很融洽地这样学习 我想是他们应该是一生当中一个很宝贵很美好的一个经验 我最大的收获是英文课 因为我在这边学到了很多不一样的英文 我以前都不太敢举手 现在变得比较敢举手一点 我觉得小朋友受到很多的照顾 然后他在这当中也学习到很多老师的模范 因为老师们都做得很好 然后学生真的也都会学习到说 我这个时间应该做什么样的表现 我回去会想念这里的是很多老师 因为老师都对我们很好 谢谢你们照顾我们 我们在这边的表现 感谢观看